你包括说今天在 听派这一侧 也做出了重磅的人员调整 最后的效果呢 可能不尽如人意 但是呢 我们也敬佩这些敢于登场 或者说敢于下判断的 赛训组的成员 来看一下关键圈行的刷新 AG是不走寻常路 直接从无花果镇 向北部进发 但是圈行如果北切的话 只能是去接一下 童家宝还有K1的顺位了 阶段二马上就要刷新 各支战队呢 也已经占领好了自己的点位 西部切脚 4M和WBG到底有没有拿到散包呢 目前来看的话 4M是有一个绕道弱边的机会 反观WBG这场比赛 想要进圈的话 真的是只能和他们的 这次资格赛的苦主TC 去争夺一下顺位了 而且在他们的前方还有体坛 阶段二 上海MV在拥有圈点的情况下呢 依然决然地选择向圈中进发 是的 他的时机是非常好的 因为周围的战队都在转移 而且呢 他把握到了 童家宝分踩的一个点位 卫森 最终是被几乎扫下 倒了 其实这一次 NV撞这片防区啊 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 作为领先者 有的时候可能啊 真的是会选择B站的打法 但NV还是一无反顾地 选择了冲点 而且呢也博对了 对于童家宝来说的话 这里确实只有一名选手防守 而在桥头的位置呢 则是由K1把守 海神这边呢也是扫倒了K 在这一侧如果K1不动的话 确实是能够帮助NV扛下东部的巨大压力 RSD也是选择了撤退 确实在矮坡的位置啊 如果对方递滚雷滚过来 确实也招架不住 没错 童家宝打得也比较积极和奔放 击倒对方 打开突破口以后 也是在尝试包抄 怪咖一颗火 烧到莫竹 那看来体坛是很难度过这一截了 这已经是给到体坛最大的压力了 对 想撤的话已经没机会了 因为童家宝已经把这个高坡给踩住 对 而且要知道的是童家宝是三人编制 而对WBG来讲的话 他们久久地等待也没有被圈行辜负 至少现在在阶段三 他们有圈点可以待了 FM也是直接运营到了阶段三的圈边 哥 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倒车的乌龙 是的 上一次是直接正面撞过去 这一次是直接倒着又撞倒了 另外一边的WBG是直接顶到了VS的近点位置 这是在北部圈边的点位 他们果然打的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这场比赛一定要通过淘汰分 才有机会完成逆袭 来到近点看看投掷部的尝试 Z9已经被阿清给放弃了 上场比赛 微博的策略 微博跟TC的策略都是我先稳住排名分 稳住最后再分出胜负 对 我只要不被别人甩开就可以了 这场比赛是必须要拿到在圈边的暴力推进的分数 现在突破口已经打开了 WBG无论是从积分榜上还是从场面上都没有理由要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 点点的位置 对方已经浮起来 这颗手雷似乎丢的时间有一点点晚了 还要再果断一点 但是 明斯哥这边呢也是直接找到了对方的老家 因为你再去停下的位置一定就是你后点人员所在的位置 铁包这里上车也没有被对方给留下 明斯哥还是选择和野猫向后退一步 天吧已经开始发威了 但是另外一侧LGD 突然间从侧翼的出手 SUK被放倒了 这个位置必须要封烟 尽点如果钢不住钢住了 但是明斯哥也倒地了 前点的位置继续往前顶 野猫在半破的位置 最终还是被LGD的两名小匠给接住 后点的位置有VS 再往后面走 还有LGD 此时此刻 微博只声导师一人了 从刚才野猫 从再举上下来的一个刺 左歪头 能够看得出来 在这个关键的节点 即使是身经百战的老将 也会显得有些紧张 但是对于微博来说 比赛还没有结束 SUK是可以浮起的 而且已经浮起了 就差一个状态的打起 现在LGD还在向着原点施加压力 整个的西北方向 随着WBG LGD 以及VS天霸几方混战之下 FM已然成为了西北方向的绝对霸主 而高点的北渊出枪过后 VS在近点只剩小文一人 这个分数有没有办法收下 收下了 要积极地来到近点 因为这里绝对都是残边 如果FM不收的话 这个分数很有可能会削减掉 FM也不用着急 你只需要等就好了 是的 北渊再一次的带走了 酷GG过后 清智这边也是被淘汰掉 现在脚下的VS只剩一人了 这个时候就是收网的时候了 圈行继续刷新 FM再一次的被圈行排了出去 而争冠行列当中 TC也同样没有吃到这个圈行 两人编制的WBG 拿下了一个三分之一的位置 但是两人编制 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微博要下水吗 还是进房区 微博来到了派的南部房区 下车过后 并没有被派给接到下车 TC和FM决定在这里展开殊死一波 但同样的 AG通过一波极限运营 已经超越了两支队伍的顺位 如果TC和FM打起来的话 那么坐收余力的 将很有可能会是AG 但是这场比赛 积分榜第三名的FM和第四名的TC 一旦打起来的话 感觉 要从西北部爆推 才有机会从积分榜上完成逆转 TC这边稳了一手 看上去相互有计讨 但实际上没有进点的爆发 AG来到这里 想圈架没有想到 15Z1应声而倒 那这样的话TC马上转火 也是给到了FM一些机会 FM在进点的选手 有野涛 能不能够收集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因为高点的TC已经全都让出去了 现在就要看一下FM的动向了 进点的位置刁割 连打待不过后呢 TC在半波的星辰也被橙塞给放倒 进点的房区 北寨似乎也没有办法待下去了 FM要来了 这波架对于FM来说是必劝的 一定要顶到进点的高点去劝这波架 才有机会在积分榜上完成反超 TC和WBG一样 现在只有两个有胜力量 而且这两个有胜力量 还被AG和FM两支队伍 以及南边的TeamPi 完全锁定在这片长条房 看看雷仔最终还是被喷子给喷下来了 刘云宇 TC也只剩下北寨一人了 而FM牢牢地把两支队伍锁定到了长条房当中 北寨在这次大赛当中呢 是少有的两次获得MVP的选手 野桃烧到一个 但是侧面秋梨出手了 现在对于FM来说呢 好像这个房缺必须要劝了 因为侧面的高点已经有人出手了 你向外扩的途径已经没有了 先把禁点的分数收到囊中再说 不掉雕阁 真宝带拖掩一下对手的进攻节奏 FM打得奔放的同时 也非常的注意细节 始终用同志物去清掉北寨 不给北寨任何发挥的空间 TC非常的遗憾 告别了这一次 和平经全球公开赛 门票争夺大战 当然了 刚刚接手他们防区的FM 现在的情势也不太好 在蓝白之间 要面对的是高点的VS独狼小文 以及在一侧虎视眈眈的大反派 FM的后点两名选手只有一辆载具吗 这些马上就刷了 FM必须要越过这条马路 前点何将 何将没有落位成功 被引爆载具直接放倒 最关锁骨就在何将的前点 后点还有小文的出枪 难道说FM也要被限制到了西北部 没有办法进圈了吗 因为场上来看的话 后点有小文 圈内呢又有锁骨 自己的南部呢 还有派的两名选手 从火力封锁上来讲 FM的选手想要出去 非常非常困难了 事实上从血腥的角度来讲的话 非常能 想要看到FM在此刻 再一次的爆发出 属于自己的战斗能力 但是上帝视角观察下来 FM已然是错失了 争夺这张门票的机会 现在只剩下了野桃一人 而且被金派三杆枪线锁定 牢牢地架住 目前只有枪神一人 是看着WBG的方向 在这届大赛当中 FM是以最汉勇的打法 最少的带入积分 一直在和积分榜前列的 这些队伍在搏斗 即使他们没有能够拿到这张门票 就像我们在赛前说的一样 所有FM的拥堆们 都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 现在的FM 有着绝对强队的前置 同样 大家也看到了这支队伍 复兴的曙光 并且在最后一场比赛 他们依然是坚持着 自己风格的打法 最后只剩下野桃一名选手 现在他的药品已经不足了 还有最后一个止痛药 打完过后 有没有真了 进圈路线已经被派封锁死了 只能向北部去绕了 而且也要吃一波枪线 这样的一波扫射呢 趁着对方换弹的间隙 有没有办法过这个马路 赛局已经是血量不足了 多古在扫射 落位了吗 落位成功 在北部这边呢 STE和童家宝已经开战 有真吗 所以没有人是能够看到野桃的 现在只有派能够去管野桃 听牌还是想要去拿下这宝贵的一分 即使已经被超分了 野桃是有一把DBS的 而对于派的选手来说 有没有道具呢 他现在是三级的 自己的侧身好像漏了 要看一下 微笑这边已经看到了 还是想用雷解决战斗 对 听牌打的也非常的谨慎 还在封烟 震爆弹拖延一下丘梨这边 最后一颗定位雷 终结掉了野桃 同样也终结掉了4M 让我们记住这四个在场上 一直带给我们 暴力美学的小伙子们 我们希望在常规赛当中 他们依然能够保持火热的手感 而在整个的东侧来讲的话 NV再少一大劲敌 现在只需要闯过RST 以及北部的TT这一关 他们就将拿到这张门票 还在拿分 NV还在拿分 远点的淘汰机器 朱博成 截止到阶段五 也已经拿到了三个淘汰 因为这场比赛 其实中前期 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激烈 再加上有40%的寒水面积 已经促进了在前期的战斗 那么NV在最后的决赛圈当中 所要面对的对手将会越来越少 派这边在北部又碰到了STE 那也就是说南部的微薄 其实现在进点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拳行来了 南切过后 怕还要在北部继续缠斗吗 我想应该是没有必要了 因为锁谷的倒地 再加上其他队员的状态不好 拳行的回切 对于派来说 南部的争夺是必然的 如果不能通过最后一场比赛 实际完成积分榜上的逆转 拿到门票的话 那至少这场比赛 也要换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Tim派来讲的话 现在是已经被超分的状态了 他们现在在打的是荣誉之战 而且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职业选手 在场上即使是 已经没有希望 或者希望渺茫的情况之下 依然非常的认真 在面对现在的比赛 也要想去年在职业联赛当中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在阶段五以后 就只剩下两三支队的情况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每一位选手 甚至每一个独狼 都在认真的面对 每一次开枪的机会 现在来看的话 张建辉就是其中的一个 正是他的存在 让NV不能够全心全意的 向南部去进发 因为一旦在南部 和格子的战斗当中 出现导人的话 那TT的机会就来了 同样对于TT来说 北部的压力 还有ST 以及同家宝的两人编制 阿杰的侧身 Pullboy没有选择 应该是在叫人集火 但是阿杰又回到了掩体 虽然说可能NV 在集火雷的方面 可能没有那么的到位 同样的我们又想起一句话 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望你 Pullboy在关键的时刻 倒地了 能救吗 后点张建辉 看了一眼 没有选择开火 他觉得自己的一个独狼 应该要等待更好的机会 现在其实就是那样 一个更好的机会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张建辉现在在吃着 K1的枪线 张建辉已经被炸宝给发现了 而朱布城的血量也已经打起 北部这里派再一次 将自己的枪口 调转到了ST的周围 而另外一次 童家宝出枪过后 一夜已经被连打逮捕 童家宝的两人编制 被ST和TT不断地限制着 山脚下的龙 在一次出枪过后 王子也被放倒 分数被孟阳给补掉 孟阳这里又被炸宝给打倒了 来自于南部的力量 不断地去限制着 在东部的NV NV现在很需要 烟雾弹 张建辉越过马路 而高点的童家宝 K1的也在 不断地施加着压力 来了 NV一瞬之间倒地颇多 现在有什么力量 只剩下两人 只剩下Oder 只有Oder一人了 而这样的一个半破位置 显得非常的尴尬 情况是急转之下 如果NV现在被淘汰的话 他的积分将定格在157分 而对WBG来讲的话 场上的剩余淘汰 在全部获取的情况之下 也依然不足以能够让他们 一跃来到积分榜的榜首位置 关键是在于现在的位置 抬不了头 而Oder在躲过的那一截之后 继续帮助队伍在前进排名分 现在前五名 已经来到了三分的排名分 没错 158分的上海NV 完成超分 Oder就是在这样的马路当中 还在继续的为自己的战队 争取排名分 但是我相信WBG的两名选手 应该是没有再算分的 而且他们也没有放弃 他们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吃鸡 如果说吃鸡的分不够的话 那也无怨无悔 至少他们曾经努力过 奋斗过 这场比赛随着阶段七的 北切过后呢 WBG必须要在阶段七 做出关键性的动作了 自己的枪口 到底是要调准哪个方向 从目前来看的话 东部的K1一直在出枪 而且似乎 那么你好 我是可以喝点 谢谢大家 这个臭小专门 还有银子 我变成这样啊 先还是变成这样的 这个是 西南侧 重新进攻 往前面这个反坡一顶 就能够看到order 但是左侧来自于枪神的枪线 始终限制的SUK 这两个人在后半段 可以说是相爱相杀 但其实走到这一步 对于WPG来说 也已经丧失掉了 去争夺门票的机会 是的 其实刚才他们的理论 最大得分是156分 而NV加上三分之一 已经是完成超分了 没错 非常的遗憾 WPG告别了这次门票的争夺 同时也让我们恭喜 上海NV获得了 前往巴西圣保罗的 这张宝贵门票 从中国到圣保罗的距离是 17464公里 如果你坐飞机的话 可能需要25个小时到30个小时 但是NV的这群选手 他们用了427天 才重回世界赛的赛场 让我们祝福他们 乐时奄然 马到成功 当然了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 目前场上保持着最高编制的是 深圳STE 这次的大赛啊 可能很多支持他们的观众 觉得他们的表现不佳 但是没有关系 在今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 前往世界舞台的机会 Ordal眼见自己的分数已经足够向南部进发 撞倒了枪神 枪神这里能够被补掉 几分还在获取当中 我感觉他在那一刻仿佛有一种封印解除的感觉 没错 现在没有任何的人 没有任何的战队能够限制住他们 因为门票已经到手 接下来就是猎杀时刻 K1在南部有Ordal压力的情况之下 不得不把自己的枪口对准北侧的SD 其实这也是两人编制的K1 能够吃鸡的唯一机会 迷路已经来到经典 不断的腰射放到炸宝 只剩下了98K原点 98K在侧一出枪 又放到了迷路 但是关键的补枪来自于小杰 那么本场比赛的两个独狼 都在朝着同样的东部去瞭望 而这场比赛 Ordal还知不知道 自己的经典有一个独狼呢 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他刚刚是撞倒了枪神 然后补掉的分数 门票是已经到手了 看看Ordal能否拿下一个原版的句号了 但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色神打成次大惨 有一个掩体 Ordal没有喷子 微笑也没有换子弹 就因为闪光大 很可惜啊 爆炸裂弓最后时刻响起 也预示着上海恩威被淘汰 现在只剩下了SDE 尽管他们这次大赛呢 表现确实不佳 但是同样 他们能够拿到这次比赛 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 而对于微笑来讲的话 依然没有放弃 依然在用各种各样的软性掩体 布置着战局 最后的句号 还是由SDE画上 最后一场比赛 让我们恭喜深圳SDE 同时也让我们恭喜上海恩威 不为浮云遮望岩 自圆身在最高层啊 恭喜上海恩威 在新的赛季 用全新的阵容 时隔427天 重回世界赛的舞台 此金锤赌机回来了 世界群雄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让我们用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上海恩威 他们一路臣服 向我们展现了巨大的韧性 以强硬的枪法和初次的配合 在PAL赛区中突出重围 获得晋级2024核冰经营 全球公开赛的资格 让我们再一次恭喜上海恩威 来 带我们共同欢迎楼念